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ilyne 好久不见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一起去纽西兰南岛 最近有一个新的热门景点 它叫做Clyclips 为什么它热门呢 因为它是真人版花木兰的拍摄场景之一 让我打开我的Google Map 告诉你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里是纽西兰的南岛 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Laked Couple的位置 那沿着这个8号公路 一路往下开车 开开开开开 开到这个分岔路口的时候呢 需要转弯 你可以看到左边这里有一个Clyclips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点 这一段路程呢 大约是16分钟 所以你如果有去其他地方的计划的话 就需要沿路往返 大概在这地方至少抓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差不多了 还好我们之前在车上存了零钱 在这条路上呢 会经过一个栅栏 我不太确定这个栅栏是私人土地还是政府规定的 但一次的过路费是五块钱 所以我们就从车上拿出备用的零钱 把钱投进去之后 自己把栅门打开 车开过去 然后再把栅门关起来 这样就OK咯 好咯 好了 这里的楼墓 完全没有过路 所有 一般南开都是小石头 然后石头的声音一直打在车上 听了觉得有一点心动动的 这个感觉 对 如果你开的车 正规的车 不要开这个车来比较好 超多车了 放眼望去至少有个20台吧 这样20台的话 就100块了耶 到达景点之后呢 旁边都会有一些指示牌告知你 这个地方其实它是有一个危险性存在的 五百米应该很近吧 只是都是有一点点抖的邪法 这边也来 弟弟 弟弟都可以 我应该也可以吧 嗯 有点可怕的路 下雨天绝对不要来 对 难怪前面那边有数个警告 说 这个地方是有风险的 风险致富 如果要进来的话 我们到了 超级瀑 这 太神奇了 这是一个光秃秃的山 近距离 还是说 很多 石头跟沙子 组合而成的山啊 所以说这个很危险 雨大的时候绝对会冲掉水 对啊 在这个地方 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 你可以看到我的脚底下 真的完全就是沙子 然后石头 泥土 组合而成的路 都算非常好走 虽然没有到距离非常远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有运动鞋啊 或是登山鞋 就穿了 会相对比较好走路 尽量不要穿什么 拖鞋 或者是高跟鞋 除非你特别过来这里拍照 然后如果是下雨天 应该也是不建议来 感觉就是走一走 就会滑走 而且这边完全没有收训 我们还算蛮幸运的 一来刚好碰到的是 大晴天 蓝天白云天 就超好 有点晒其实 来 嗯 你可能会路到你跌倒 不要乱说 我是想睡觉的 好厉害喔 有够危险的这边 我们现在要往这个下去 看起来其实很陡 而且很不好走的路 好慢慢走 三下见 好吃咯 它其实好像蛮薄的 嗯 肉很脆耶 还蛮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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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